我对于未知我不害怕 所谓你未知害怕 是因为你不知道终点是什么 但我的终点是神 那你究竟要怕什么呢 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的情形 再发生一次在我的生命当中 就是我要提醒大家 拿走电脑 你是拿走他的everything 有一些事情我非常确定就是 你永远骂你的孩子 你抱怨你的家人 绝对不会有改变 我相信我们亲子关心的终点 一定有你 我相信我们亲子关心的中间 也一定有你 所以我都跟神汲取盼望 我不要去靠别人的嘴 说什么什么 我相信我们的中间有神 今天这一场 我们要用访谈的方式 然后让他分享 他过去这两年 因为他两三年前来过 所以他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分享 好不好 父亲兄弟兄姐妹 包括线上分堂直播点 弟兄姐妹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加尖叫加乱七八糟叫 让我们欢迎蒋雅琪姐妹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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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有像他刚刚那样怪腔怪掉的什么 我没有 我没有 但是真的很感谢 我真的是真的整整整两整年没有到任何的教会去见证分享 那因为对我来说陪伴家人是非常重要的 好像昨天我回家之后我就开始修改今天的内容 所以我儿子找我的时候我没有太热情 那我还是觉得我专业是做比较漂亮的家庭主妇 然后所以但是我还是非常的开心 那在我今天等一下就让刘子军牧师问我好了 我们用对谈的方式 那我先再一次告诉你们 我很喜欢来复兴堂 我很开心能够来复兴堂 谢谢 谢谢 你可不可以多讲一点 你为什么喜欢来复兴堂 当然啊 就是我每次都说你们有很棒很棒的乐团 然后李志是我儿子的 我儿子青春节的时候常常跟你们的年轻的在一起 然后诗班的时候唱诗我都觉得好感动 然后你知道这一次连所有的PowerPoint的 所有的照片字体所有的一切都是影音同工协助我的 因为我真的太忙碌了 然后你们那个第一排的哇的团队 都让我觉得很有互动 不是第一排我们全教会都会哇 全教会都会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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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非常非常热烈的回应的 我真的很喜欢来这边 我也都放得很轻松 我也希望靠神的带领能够让我有更多更多 非常真实的分享 我不怕夸我自己的软弱 我也不害怕揭露我自己最大的失败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 我真的把你们当作是 每一个人都好像是我的亲朋好友一样 只拜托你们听完今天的内容 不要去跟我儿子讲 我等一下要说的东西 因为我要把很真实 血淋淋的我每一天的失败挫折流泪 但是因为神的顾念 我们整个家庭关系的翻转 我其实在昨天讲完两场年轻人的之后 晚上牧师就传给我一张简讯 上面就有一个孩子说 听完我的见证 他立刻删掉了他的电玩 他决定要修复他跟同学的关系 他再也不要觉得他爸爸很啰嗦了 那如果你听到这样子的孩子 有这样子的回应 你觉得好棒哦 你心里想的马上就是 我也希望我们家那个孩子改变 我也希望我的老公要怎么怎么怎么 那很抱歉哦 这种祷告不会成就 因为我的主题改变是从自己开始 你没有可能靠着祷告去改变别人 但你很有可能 而且是一定能够因为自己的改变 自己的心改变 自己的嘴所说的话改变 自己的眼光改变 而让别人感受到 然后你整个家庭因此改变 这就是我这三年走过那个流泪谷 我今天愿意 而且我能够站出来 愿意可以有这么一丁点的心得可以分享 那就是我的关键跟明确 拍手 拍手为他鼓励一下 你要记得我还在这里 你要留点时间给我问问题的人 嗨 好久不见 我想要先问雅琪 因为其实我们半年一年前约好这个时间 我们根本没有料到这两天 其实是你的重要的大日子 好 那你等一下跟我们分享 到底因为你突然间告诉我说 你发现 我前两天对 在写见证的时候 突然写一写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因为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牧师 在我孩子青春期的过程当中 他印着有三个孩子 而且他老大跟我们孩子年纪差不多 我常常跟他求助 常常跟他求救 然后所以我答应了他 但是我前两天在写见证的时候 看着看着时间 突然到了2013年的12月2号 也就是昨天 第一天我上父亲家见证 那是一个在我一生当中 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在那一天我失去了先生 我的三个孩子失去了他们的爸爸 就是就整十年 那一天我先生去了添加 那在这半年的时间之内 我先是母亲离开 整整满一个月父亲离开 第六个月的时候先生离开 我三个至亲一起 move to heaven change another address 搬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了 那所以我也觉得 好像冥冥中是一个安排 很多关心我的朋友 也会想要知道 这十年来我过得怎么样 那我也很感激 就是两年前我来的时候 我们同样 一起是四场 我讲四场不一样 有人就四场的笔记 全部写下来 分享给我 我珍藏起来 那那一场我们讲的是 走过失望 如何找回盼望 那很感谢神 在这几年的时间之内 我从所谓世俗的眼光里面 我父母走了 我成了孤儿 先生走了 我成了寡妇 然后孤儿 我还成了寡母 哇 我按照世俗的眼光 我真的是 可能是圣经里面不洁的女人 但是你看 真的很好笑 我就可以这样子 自我嘲笑自己 然后我不会觉得怎么样 因为我知道永远有一个 那最爱我的神 对 她才不是用这种眼光看我呢 是 我觉得我是骄傲的母亲 我有三个可爱的孩子 而且呢 在这十年里面 我还增加了一个头衔 我成了最美丽的婆婆 我的老大结婚了 你看不出来吧 我还没成阿嬷 OK 还没有 哪有阿嬷 然后我就觉得 我度过这一切的困难 我不是就去看悲伤 我不是只有靠眼泪 我是去看有的 不去看那没有的 这是我度过这一切的艰难困苦 很大的关键 这也是我在2016年出的事 没经验是你最大优势 这本书里面 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 看有的 我三个孩子 当时还非常的小 最小的才刚刚大班 生小一 你想他根本就是一个 很挫折 很完全不知道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 当时的情况 但是我看有的 不要看没有的 我每一天照样数散恩典 那个时候 伴我度过每一天的 圣经的经文 我每一天真真实实活出来 一直到今天 我每一天都拿来 鼓励自己的经文 就是 我无论什么情况 都可以知足 我无论什么情况 都能知足 我们一起来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悲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万君之耶和华 加给你力量的 不是什么电动玩具 小小兵 还是玛丽欧什么的 是万君之耶和华 凡事都能做 那再回过头来 对啊 我什么样的情况 都能知足 所以 你的每一天都会改变的 你的周遭各方面都会改变 但不管怎么样 我都可以 丰丰富富的过下去 我们给亚琪鼓励一下 好不好 真的很感动 因为我们约这个时间的时候 我没有料到 就是刚好十周年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真的 刚好十周年 所以其实 这过去十年 你又母代父职 然后又 你说最美丽的家庭主妇 养育三个孩子 然后我听说 你三个孩子都很优秀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多讲一点亲自的 我先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每个孩子不一样 你一定要接受这件事情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好吗 你不要说 我的老大什么 都是一个爸妈妈妈 好 每个孩子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对 我很感谢神 我的老大呢 他是我的step son 他在十岁的时候 我认识他 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 那你不要觉得会讲话 都是像我这种 上了台就很难讲的 他本来是非常的安静 但是他慢慢慢慢 我陪伴他 我非常乐意地陪伴他 其实昨天 我到了十二点半 才交出了今天的新的稿子 为什么弄到这么晚呢 其实我的 就是我们的老大 从美国打了一通电话来给我 妈咪你昨天的见证 我在线上都有看 我在线上也看 你讲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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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我们两个就又聊了一个小时 这是我们老大 那他呢 感谢神 他在29岁的时候 获得了美国版本 US edition Forbes 富比式杂志 美国版本的 30 under 30 30位30岁以下的年轻才俊 这个太难太难了啦 他compete不是亚洲版本的 他是美国版本的 所以他的对象都是金发 闭眼黑的什么 各式各样的 我觉得我们的黄皮肤单眼皮 帅得不得了 他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他很年轻 父亲就过世了 他的公司前几个月 在美国Times Square 时代杂志的那个时代广场 有一个NASDAQ 美国的一个上的这个 他的股票的代号 在NASDAQ的电子看板上面 在跑 他的公司 即将要在明年 会在美国上市 这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 但是你不要觉得 他是靠自己的势力才能 他最了不起的地方 他就是凡事倚靠神 我们在得到那一天 30 under 30 我陪他去参加完他的讲座 他的speech之后 我们一整天没得饭吃 累得不得了 然后我们回到 我们的宿舍 我们的旅馆房间之后 其实我们是抱在一起 跪下来跟神谢恩 数算恩典 感谢他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 这么难的环境 在美国这么厮杀的市场 但是他靠的是神的智慧 我们总是求 所罗门王的智慧 我们用诗篇来祷告 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 他都是常常祷告 然后不断地属散恩典 凡事谢恩 带了他度过各式样的难关 我也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 她 这是她第三次在国家音乐厅 最后一次她是售票音乐会 她有两个全国冠军 在音乐的项目 还有全国志工大赛的冠军 她申请到她心目中的第一志愿 在长春藤读书 她后来以满份的成绩 转到了全美第一商学院 进入了全美国的最 就是最竞争的环境里面 她又得到了全校投资大赛冠军 但是她是一个每天祷告 我们送她去学校 礼拜六到 为什么礼拜六要先到 因为礼拜天一早 我们已经到了教会里面去了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先去找 哪里有教会 我们甚至出去旅行 听不懂都没关系 我们坐在那里去感受那个神 与我们同在 所以下次旅游 不要只是找哪里打卡 下次旅游可以看看 那附近有什么漂亮的教堂 有什么教会 听个诗歌 都可以洗涤你的心灵 然后 鼓励一下鼓励一下 太厉害了 好 我们先 我又忘了有你 对对对 你忘了我有 我先打断你一下 对 因为你有两个很优秀的 对不对 这个哥哥跟姐姐 但是其实 我们先把时光跳到两年前 其实两年前的那个小年夜 对不对 是你最低潮的时候 你跟我们讲讲 第三个孩子 这两年你所经历的 好不好 好 我再一次说 每个孩子不一样 好吗 虽然我们老大老二是这样 并不代表我们老三 一定也要这样 好 我不要用任何负面的语言 去形容他 但是我要说 我们的老三特别不同 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他不想要走 哥哥姐姐的路 我是笑着讲的 眼角都带着泪 哥哥姐姐都出国了之后 我每天都有满汉全餐可以吃 请大家点菜 你家里有没有 完全不出声音 不说话的孩子 你家有没有电玩成影 手机成影的孩子 你家有没有回来家 直接怒眼相像 给你翻白眼 然后呢 每一次进家门 都是刚好手失手 就蹦着这样甩门的孩子 你家有没有因为成绩 遇到了一些状况 然后不想要消假 不想要去抵工过 然后不得已变成 只好转邪的孩子 还是说 你家曾经有过 因为亲子的冲突 把房间扎烂的状况 你们家有没有师长 告诉你们说 你的孩子不教功课 不写作业 每次都坐在最后一排 永远在睡觉 还常常会 翘课不来的孩子 或者是 因为都不理师长 即将可能面临退学 甚至要打算 转到国外的呢 大家 米其林满汉全餐 我家全部都有的吃 哇 全部 全部 老三 我还有很多没有写 是因为 那个我还要回家 你怕他看到直播 我怕他把我关起来 我进不了我的家 然后 我们要有所保留 所以他的青春期 我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那怎么办呢 我有三个 能够让我今天 可以坐在这里 让我还有这个机会 第一个 我从神汲取盼望 我总是告诉神说 主耶稣 你一定有你的旨意 我相信 我们亲子关系的终点 一定有你 我相信我们亲子关系的 中间也一定有你 所以我都跟神 汲取盼望 我不要去靠别人的嘴 说什么 我相信我们的中间有神 那我紧紧的跟着牧者不放 在同一时间 就是 柳子军牧师有一个 跟我们家老三 差不多年纪的妞妞 还有两个 把我们家弟弟 因为非常会打电动 电丸成影 但是打到天王级 他们两个儿子 觉得我们家儿子 像神一般的存在 因为那个电丸的等级 真是至高无上 然后我们 对 因为有一天是这样子 有一天呢 我们两个儿子 就去问他的那个老三 就说 哥哥 你打的那个电动啊 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一个级别 对 他就说 哦 我是这样子 然后他们两个 我那个 眼睛就要 对 觉得 哇 这是一个神人的感觉 然后我们两个都莫名其妙 就是电丸成影嘛 就是一直打不读书 不上课嘛 然后半夜不睡觉嘛 然后怎么在 不同的孩子的眼中 看到的 他是如此的不同 哦 所以 那再加上 我还有肢体啊 带导 不间断 那也就是说 我在之前的书里面 梅金言是你最大优势的 那本书里面 我常常提醒大家 我的形势力 每天翻开来的 第一件事 就是戴上了耶稣的眼镜 可是 当我遇到老三的时候 眼镜不知道掉哪儿去了 好久都没找到 然后就觉得说 怎么这样 怎么那样 因为你要体会我 哥哥姐姐是这样的时候 我真的要全心学习 做父亲跟母亲 去看待这么不一样的 第三个孩子 所以 那个小年夜是怎么样呢 小年夜对我来说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日子 除夕夜 爷爷奶奶公公婆婆 家人什么什么 大家也在一起 小年夜 你也不好意思去找朋友 很多人也已经回了中南部 那又还不到除夕夜 所以这个时候 爱我们的 牧者 我就很勇敢地打电话给他 我告诉他我的软弱 我告诉他我的辛苦 因为 爸妈剩下我一个 孩子剩下我儿子一个 我们俩硬碰硬 我完全不知道 要怎么样带男生去 去哪里逛街 还是要去哪里玩 还是要去什么户外活动 那些都不是我擅长的 再加上他都不说话 我完全不知所措 我跟牧者求救 我说 有没有可能 我们可以两家一起 吃个什么东西 还是怎么样 所以很感谢神 他首先挑了一个 我不知道台湾 还有这样子的境界 这样子的角落 因为找我 你可以去贵妇摆货 但他找了一个像 网咖的桌游店 对 想说 这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我这种地方 桌游店 桌游店 你不要只是知道哪个摆货 没听过桌游店 什么是桌游店 我怎么会知道 所以我要跟对的人去求救 那个桌游一出来 然后他的孩子一出来 然后我的孩子开始有笑容 眼睛开始发亮了 完完之后 我们一起吃了晚餐之后 本来很担心牧师就要回家了 结果他就说 我们去你家玩吧 然后他还把几个青年小组的 都一起 理智 这几个 大的小的 什么的 通通都请到我们家 然后他们就说 来我们来玩狼人杀 我说什么杀 杀什么 然后呢 你知道玩狼人杀 玩到我哭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他们全部一致 就是要把我给杀死 对我们那天真的 他儿子好兴奋 可以把妈妈杀掉的那个游戏 但是呢 你知道我已经太久 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 但是为了玩狼人杀 他必须要有个论述 对 我不是狼人 对 谁谁谁才是什么什么 你们要把他给杀掉 因为他怎样怎样怎样 他有论述 他讲道理 他讲了整个逻辑 突然想说 天哪 我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我都不知道他的声音 已经变成是这样子的声音了 他已经在转变 他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他也在寻找自己 他的身体迅速在一年的时间之内 抽高二十公分 他也很需要方向 他也很不知所措 不是只有我伤心难过痛苦 我相信他也是 所以你看玩一个狼人杀 这么有启发 玩到我落泪 你会不会觉得我带你去的桌游店 跟狼人杀真的是带对了 真的我从不知道还有这样子的情节 你应该要给牧师鼓励一下吧 我小年夜不能跟家人还要陪你们 辛苦你了 对 所以 你怎样讲 我跟你讲 你怎样讲 就是说你们最冲突的 我记得你还把他的手机 最冲突的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千万不要做 今天有几个东西 我不见得一定知道 一定要怎么样 但是我告诉你 一定不能怎么样 千万不要收你孩子的电脑 千万不要没收你孩子的手机 全台湾第一台iPhone 从我手里卖出去 Studio A 2007年 也就是我儿子出生的那一年 从那一年开始 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在我之前的见证 大家最津津乐道的是 我告诉女儿 没有上大学之前 我不会给你手机的 从2007年开始 也就是我儿子出生的这一年 他们上学 刷卡是用手机 读书 全部用电脑 全部用电子书 没有纸本了 这个世界不一样了 大家不要再去拿 我之前的见证 跟之前我如何教孩子的方法 去应用在 现代的孩子的身上 Time is different 有一天呢 我还不能跳出 这样子的一个 自己出来 曾经见证说过的东西 他不回我简讯 手机电脑 彻夜打电动 我火大了 我就回家 拿了大小胶带 把他的大电脑给捆起来 再用小胶带 捆起了手机 再用个风箱胶带 把所有东西全部捆起来 我全部放到一个 他找不到的地方 我心里想说 嘿嘿 你应该 好好会闭门思过吧 然后姐姐还跑来说 妈妈 说不定他没有了手机跟电脑 他就会开始读书哦 我们这无知的妇人 无知的一堆姐 的妇 不是姐妹 母女 你自己以为你是姐妹 对 因为大家都这样讲 也不是我自己说的 然后 哇 结果接下来我听到 房间里碰碰碰 我想说 哇 整理房间了 哈雷路亚 感谢赞美主 但是不对 那个碰碰碰 越来越猛烈 越来越大声 而且持续很久不间断 我打开房门 偷偷看了一眼 他把他整个房间砸烂了 他把他所有的书啊 衣服啊 什么 全部从柜子里面 翻向倒背丢出来 他把他的床 弄了房向 书桌 椅子 全部砸了 那个硬的手机 是用在墙上这样 用这样摔的 哇 你怎么办 你遇到这个情况 你该怎么办 因为他砸完他的房间 接下来 他其实已经要准备 去砸厨房了 我厨房 已经有一个柜子的门 已经整个掉下来了 你怎么办 我给你的建议是 一 离开现场 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呼喊主耶稣的名 因为在这个时候 你做任何的回应 绝对都会出错 请相信我 越骂 越乱 越吵 关系 越混乱 越混乱 我离开现场 祷告 求问神 然后打电话 长期帮助我的牧师 我一通打给刘子军牧师 刘子军说 我应该怎么办牧师 他说 你让他继续砸 我继续安静 我打了一通电话 给新竹的李源岳牧师 他长期带领很多年轻人 也为我孩子 做过很多先知性的祷告 还有我自己 真理堂的苏哲明牧师 我请求牧者 一起为我带导 我跟他们显示 我的软弱 我的无助 然后我让自己安静下来 隔了一阵子之后 我决定很平静地 走到他的房间 我知道那个癥结在于 我把他最有成就感 跟对外唯一联系的管道 最能够跟人家互相沟通 他的成就感就是他电玩 他在电玩里的世界 是神一般的存在 现在我让他 cut掉他所有对外的资源 他的游戏玩到一半 电脑被我切断 代表他的家人 会切他的电脑 这在电脑世界里面 是很没有面子 而且还会害团队 比赛失败的 这在Cyber City 这非同小可 你可能不知道 我也是后来才学会的 不能随便 切你孩子的网络 不能随便收掉他的电脑 除非你也想经历 家庭的世界大战 我后来就告诉他说 你把房间整理好 我就还给你 那你知道 他的个性还蛮倔强的 而且在青春期 在挟制他的是 那个慎怒 那个愤怒 我等了很久很久 他开始收第一样东西 又等了很久很久 他慢慢慢慢 把它收起来 那我按照我的承诺 我把东西还给他 我真的不希望 这样的情形 再发生一次 在我的生命当中 就是我要提醒大家 拿走电脑 你是拿走他的 everything 这件事情 不能再出错 然后你是不是还 用你的这个Studio A的职务 做了什么 你跟大家讲 你知道因为 我是Studio A的 共同创办人 我就觉得说 这个情况 不能再由我出面 那我想到的是 第一个 我寻求外援 然后有 有哥哥姐姐啊 这样子 那另一方面 就是说怎么样去 切断这个电丸的 这个东西 我想到就是 好 电丸最厉害的 打电脑的 需要非常powerful的电池 我祷告了很久 我想了一个 绝妙的方法 我跟他说 弟弟 电丸要厉害 速度要够快 马力要够强 电池要持续 涌进电池的感觉 鸡鼎小兔 要出来的感觉 我跟他说 我带你去Studio A 我们就换 在保固期间之内 免费换电池 然后电池换好了 你的速度会更快 但同一时间 我联络了 我真理堂 有一组弟兄 曾献营弟兄 他们常年有一个 儿少手机成影的 一个课程 我就问他说 我究竟该怎么做 你可不可以教我 所以当天呢 我抱着上 沙场的心情 我带着我的儿子 一路祷告 进了我们Studio的办公室 我从来没有进办公室 这么紧张过 然后我先跟曾献营 说把我的孩子交给他 他告诉他说 不要再造成 亲子之间的不愉快 所以你愿不愿意 分享出你的Apple ID 然后我们可以帮你有一个设定 以后每天到了12点 前10分钟 他会Final Countdown 会倒数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差不多要收手机了 另一方面呢 我们的同事 在他一交出Apple ID之后 马上要把他整台电脑 全部大翻新 然后让他换上新的电池 我觉得这万无一失了 全台湾最厉害的两大团队 然后呢 接下来还有一个软体 会连接我的手机 我就会知道 他有没有已经休息 或者正在上网 还是怎么样 什么什么的呢 那你知道Apple ID这个事情 要讲一个 妈妈是Studio 的创办人 好可怕 好可怕 还可以这样子 大家一起 但是我告诉你 聪明的孩子 来 接下来呢 我就看着那个手机 然后我很开心 带着他回家了 一回家 我来观赏一下 我们好不容易弄完 我真的很紧张 但是我回家之后 我的上网的 可以看到的那个软体 三分钟之内 我的软体shutdown 我的软体停掉了 我好紧张 我打电话回公司 我的软体怎么停了 没有动静的 怎么会这样 他们说 讲姐你重新开机 你看一下 不可能的 不可能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的 你知道我先生过世之后 他的那台手机 我想要给女儿 然后呢 Apple ID这件事情 除了本人 没有任何人能够解开 那苹果的 这个是总部在处理 不是任何一家 像我们这种经销商 可以处理 他说你要交死亡证明 要提供所有的证件 我连死亡证明 跟所有的证件 全部都交起了 他还是说 不能解嘛 你知道吗 连死亡证明 都交出去了 都不能解锁的 Apple ID 到了我儿子的手里 三分钟 全部解决 然后 我不知道要 我不知道要生气 还是要开心 但是 我不能好不容易 我想了这么久的 锦囊妙计 我不认输 不可以 然后我就跟他说 弟弟 那天我后来觉得 那个电池不够有力 现在有更新的电池 我们再去一次 他也有点 你理由好烂 对 你想啊 你想理由啊你 然后 我们又再把电脑 拿去了一次 这一次呢 我换了大小姐的符号 加上中英文数字的交杂 不可能的 对 不可能 不可能三分钟 这一次 一分钟就全部解锁 你知道吗 就在这个时刻 我走到了他的房间 到了他的床前 我说 弟弟 我可以邀请你来 Studio A上班吗 你可不可以来我们维修中心 你可不可以来我们教育单位 你可不可以教一下我们的同事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你是 不只是电玩大师 还是骇客天王 对 你真的一定可以解救世界 真的 如果中共要打来的话 或者有什么大战的时候 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政府 帮助我们学校 去很多预防啊 各方面的什么 就称赞他就对了 称赞他 你知道吗 我们亲子关系的一大关键 称赞 而且是非常具体的称赞 可以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 真的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有些祷告不确定 有一些事情我非常确定 就是你永远骂你的孩子 你抱怨你的家人 你永远 绝对不会有改变 但是我的孩子 被我了这么明确的称赞的第二天 我再也没有看到他打电动 再也没有 我都不知道怎么发生的 你知道吗 我还会打开门说 你没有在玩电动哦 然后我不太习惯 因为这么长期的抗争 这么长期的征战 真的 突然他自己完全 不玩了 好感动哦 再鼓励一下 对啊 你知道那时候我还有同时 同一时间不停地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每天属散恩典 那个时候 就是那个曾谢英 他告诉我两个东西 第一个 他叫我呢 他说 每天为你的孩子祷告 而且是感谢祷告 对 列出来的 我就把它列出来 耶稣我为我的孩子 Aaron祷告 我向你献上感恩 我怀孕的时候 我只希望他要健康 可是他现在不只是健康 而且还长大 然后他虽然不读书 可是他每天睡得很好 他因为每天都不读书 睡得很好 所以他长得很高 所以他没有什么忧虑 所以他是个无忧无虑的 他没什么压力 他都会回家之后 穿一条内裤就去煎牛排 然后他吃得很饱 感谢主 然后他还会去 拿我的香奈儿的泡澡钉 去泡澡 感谢主 他还会打开报纸 泡在澡缸里面听嘻哈 他很会享受美好的人生 感谢主 咬牙切齿的祷告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一再讲嘛 每个孩子不一样 你真的不能把老大老二 那个灌在他的上面 我每天都在洗战斗罩 因为我忙得不得了 但是我看到他 有的时候我心生羡慕耶 你真的可以放得很松耶 然后真的真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彻底执行一件事情 我相信祷告能够改变眼光 我相信上帝必做奇妙的功 不是上帝做奇妙的功而已 上帝是必做奇妙的功 但我拜托你的祷告 不是要求改变他 改变他 改变别人 请记得今天我的主轴 是改变从自己开始 好吗 只有你改变了 因着改变 我看到已经要离婚 甚至由已经离婚的 重新修复 婚姻关系 在我的小组里面都有 真实发生在我的小组里面 已经离婚了 或者是马上要离婚了 但是因为自己改变 久了以后 另一方面看到你的改变 他也决定要改变 所以你的家庭的关系 职场的关系 任何在关系里面 你觉得有过意不去的 走不下去的 请你求神介入你们的中间 请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有安慰 都有造就 都有劝勉 我自己也要常常学习 因为有的时候 我真的说不出称赞 或者我说不出 那我就要求神赐给我 他的那个恩典 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都做错很多事情 上帝好像也没有到我们的面前 把我们臭骂一顿 如果神一直原谅我们 为什么我们不能原谅别人 或者不能接受 只因为他跟你不一样 好吗 如果你觉得有神 一直没有帮到你的 那你回过头来想想 是不是先从自己开始 那我还有一个 总是告诉我自己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 他所给的赏赐 没有人先放地产多 好吗 孩子是神所创造的 每一个人个体 都是神所创造的 你骂他就是骂上帝 好吗 所以你要爱他 你越是讨厌哪一个人 请你就为他祷告 我举一个例子 我女儿每一天都打电话给我 每一天都跟我视讯 她有一天打电话说 妈妈 她那时候在纽约上班 因为她全校投资大赛冠军 她就得到了一个纽约 非常高兴的工作机会 她说妈妈 我今天去坐地铁的时候 我被一个黑人推出来 我说 你知道 我的孩子为什么 愿意每一天都打电话给我 第一个我不大惊小怪 我没有说 什么你被推出来 你不要在纽约工作 你赶快回来 不要连续剧好不好 我说 你被推出来 你还好吗 你知道我女儿怎么说 她说 我很OK啦 我被她推出来的第一件事情 我为她祷告 他今天一定很不好过 我为她祷告 我说女儿你真的很棒 真的 你知道他们学校里面 常常压力大 然后最经营的学校 常常也都有 每个月刚开始的时候 每个月都有孩子自杀 他没有人可以讲 因为父母永远只要求 不聆听 那他每次打电话来 我都是 我都是全程的听 我很愿意听 我们还曾经有 我追剧 他读书 我们就视讯放在那边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我就是陪伴 然后不要每次打电话来 就啰里巴说的 你有没有这样 你有没有那样 你要这样 你要那样 你怎么这样 不要好不好 可不可以享受一下 那个美好的关系 好不好 还有你知道就是 孩子的成就 不等于你的成就 我儿子的公司在纽约上市 与我无关 那是他倚靠生 我女儿念全美第一商学院 那是他自己的努力 也与我无关 当然我儿子 如果曾经成绩 非常的不怎么样 曾经功课 什么什么什么都不怎么样 没关系 也与我无关 我就是扮演好我的角色 我永远支持鼓励跟陪伴 当然我也跟我儿子说过 弟弟我跟你说 你不想要读书 真的没有关系 然后你不想教功课 也是很OK 反正你妈妈呢 就是很有名 你妈在外面 别人都是叫女神 那你在学校的表现 并不等同于我的表现 如果你能够接受 你的成绩 你的表现 你都OK 我就OK 加油哦 拜拜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女神 女神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好 你给我们放几张照片 她现在的样子 好啊 还有你们最近 那我下一页 我一定要先讲 你知道吗 我选择了一件事 我为什么能够这样 我选择关系 我放弃成绩 我根本不记得 哪一个孩子 曾经在民国几年几月 考了哪一科 考了几分什么什么什么的 一点都不影响 他们在我心目中的那个价值 他们是神所创造的 我放弃成绩 我选择我要良好的亲子关系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说 他们打电话给我啊 什么什么 不管他们在天涯海角 都要跟我联系 我非常重视 我们亲子之间 我希望孩子跟我无话不谈 我不要每次打来 我都啰哩巴说 连我都不想打电话给这个人 我选择我们之间的亲子关系 所以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跟你讲 其实孩子也很焦虑 我给你们一个建议 就是资讯越多 现在其实大家都很焦虑 你每天都被什么TikTok小红书 Facebook Instagram 搞得迷迷糊糊的 那你不要告诉他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你不要永远在外围绕 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你捉摸不住的 你要到中心点 你要抓住那个中心点 你跟他 你跟你的家人 永远要紧紧捉住神 我们常常会有 那个四地连线视讯 哥哥在左上角 他在美国西岸 姐姐在右上角 他在美国东岸 弟弟在房间 我在我的书桌前 我们四地同时连线 哥哥会带经文 然后彼此update 彼此祝福祷告 你家里 不管在天涯海角 科技如此的进步 你能够永远全家 一起彼此带道 彼此分享 彼此祝福 那个中心点是神 你就不用害怕 他甚至看一个Netflix 里面都会有 不正确的婚姻关系 不正确的男女关系 奇奇怪怪的 各式各样的毒品 各式各样的资讯 你只要中间有神 孩子就不会乱跑了 但是那个神有多重要 然后你要安排很多的 这个吃饭应酬什么什么 的之前 请先安排 全家人一直紧紧在一起 彼此祝福 彼此祷告的时间 永远把孩子跟亲子 跟你紧紧在一起 你跟他说 不要有婚前 性行为 不要什么什么 我告诉你 最后你说不要的 他全部都听到 性行为 或者是 不要那样 不要那样 他都听到后面 但是你把神放在 他们的中心思想 为什么我们都用 主导文祷告 不让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那试探里面的刮虎 有多长 凶恶有多长 但是中心点是神 神就帮助我们 脱离试探 远离凶恶 所以我们要抓住 对的东西 紧紧抓住神 Amen 来最后放一些 他现在的照片 还有你们最近做的那个 来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是12月2号先生 离开之后 这是当年过新年 一月底的时候 还这么小的小孩子 对 然后在姐姐出国读书前呢 我们拍了一次全家福 那个时候的弟弟呢 还在我的肩膀以下 我有说过 他曾经 我都说 弟弟 我觉得你没有读书 都去睡觉 真的很棒 因为你一年长高20公分 我是不是很会安慰人 真的 我真的很会安慰人 那 那看看今年 我们为了做一个慈善的活动 那个在跟我亲亲的那个 情人是我的老三 他已经差不多180公分了 我们从那个 好像觉得仇人变情人的感觉 然后呢 今年我带着我的孩子 做了一个慈善的公益的活动 我希望你们把它拍下来 回去Google一下 这个里面的活动 我很希望记录家 家人 还有家常菜 我们家厨房 就是我们的亲子乐园 我们家餐桌上 就是我们和好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家常菜 可以让你的孩子 去天涯海角 都会想要回来 家常菜 是你的孩子 去天涯海角 都会想要回来 所以我带领了 Rod江振臣 跟他的母亲 Sina Sarah 跟他的阿嬷 台东东海岸 最难订的餐厅 他阿嬷是棕破塞 出门都是煮五百个人的餐 台中最美的餐厅 飞花乐院 还有屏东阿杠的四兄弟 还有要用那个 演唱会售票系统 陈耀讯 蛋黄酥 我们六个人 带领了十二位家人 做十六道家常菜 让你想到家的家常菜 然后呢 二九一九 那二九一九 全数捐赠 一九一九 急难家庭救助计划 然后你知道吗 二九一九 你不敢相信 是一个急难家庭 可以吃两个月的食物包 我们是全数捐赠 而且最后呢 是由 我儿子会从圣诞节开始 一直到跨年 会有十天的时间 他亲手轻送到西海岸 那你知道 我刚刚讲的那个满汉全餐 我常常还会 有多送我几道菜 很难下咽 但是要吞下去 那 你说信心看得见吗 我告诉你信心看得见 曾经我们这个小男孩呢 看到课本就是左边那个臭臭脸 然后看到讨厌的人 不喜欢吃的东西 或者生气的事情 眼睛就是那样 气气脸 但是现在呢 Netflix上面有一个 全新的电影 宋江 有没有 宋江这个一定有修徒啦 我们那个儿子是没修徒的 鼓励一下 快点鼓励一下 真的是给神一个掌声 真的是给神一个掌声 所以我鼓励大家 我最后呢 怎么样克服 我刚刚讲到了赞美 我刚刚讲到了改变 是从自己开始 而且你要彻底 紧紧抓住神 然后你要紧紧抓住牧者 然后牧者如果跟你讲了什么 不要让人家 一 repeat and repeat and repeat 就是你听了又不做 我是听了 我一定做笔记 我常常回顾笔记 然后我要让它彻底执行 在我的生活当中 从我开始改变 我今天见证的 所有的那些内容 我都可以告诉你 哪一个是哪一位牧师教我的 哪一个是牧师告诉我之后 我如何去执行 所做出来的改变 所以最终呢 我let go and let God 我放手 然后呢 求神带领 我完全让神来带领 那你要相信 那时候我其实去看了心理医生 我跟我儿子 一起有去看那个亲子资商 然后那一段期间 我们俩是站在同一个阵线 因为那个亲子资商 有点搞不清楚 我们俩的关系 然后每次说错了之后 儿子就会瞪他 我也会跟着瞪他 然后我跟我儿子 突然站在同一阵线了 但是呢 后来我还去看了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医生 因为我的儿子女儿算是非常自律 然后我的老三非常的自由 那封的是先封妈妈 那我就必须改变我的眼光 然后这个心理医生告诉我说 你放手啦 聪明的孩子荡到谷底 谷底盘旋之后 他会发现没有人会救他 但是有妈妈的爱陪伴他 最后他会自己爬起来 当他有一个成就感的时候 他就会有第二个 接下来他会像飞一样的快 我就相信了专家给我的建议 我无条件地接纳他 接纳他的本相 接纳他的个性 接纳他所有跟哥哥姐姐 不一样的部分 所以我请你们要相信 在人所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而且我要请你们相信 世界改变太快 过去你觉得好的的行业 未来可能通通都不会有了 没有一个在现在在座的人 你叫你儿子做这个 女儿做那个 他们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你根本不能挂保证 你的说的方向跟建议是对的 既然如此 那我们接受神吧 神是最有远见的 神说 这个 神 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未曾见过 耳未曾听过 心也未曾想到过的 你知道我每次看到这个 我都很多的盼望 因为我知道终点有神 过程我又求神介入 求神跟终点之后 他给我一个从来没有想过 没听过 没见到过的 我每天都觉得 哇 我真的是靠主尝喜乐 我对于未知 我不害怕 所谓你未知害怕 是因为你不知道终点是什么 但我的终点是神 那你究竟要怕什么呢 你有了这个信心 你有了坚定 像那个船有了毛一样 你不会走错的 所以最后我要分享给你 你绝对不孤单 我曾经觉得好孤单 我没有爸妈 没有先生 我没有人可以商量 我真的有非常无助的时刻 我要负担家计 我要带领孩子 他们的课业 然后我还有八九十岁的公婆 我也希望让他们觉得得安慰 那我也有他们 从来不讲 但我有自己的压力 我要面对我的人际关系 social life 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常常觉得在人世间 其实我是一个人 但你要相信 You never alone 你从来不孤单 因为神想告诉你 这是神告诉我的 他说他都知道 阿们 你的辛苦他都知道 你的痛苦他都明白 阿们 而且你知道吗 你可以跟上帝说 所有你的伤心难过 无助 你告诉上帝就没事了 神说他都明白 他都知道 所以我非常喜欢我的信仰 我的信仰 这个信是未见识的实底 所见之识的 未见之识的确据 就是你不管知不知道啦 你都有确据 所以我真心觉得说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我最常出现的画面 就是今天这个场面了 神要利用我 成为他的器皿 神让我知道终点有他 所以过程再辛苦 我都觉得不孤单 最终我写下每一滴眼泪 神都垂听 每一滴眼泪他都收藏 我写下了所有这个过程当中的辛苦 我知道哪一天 我一定可以把我走过一切的辛苦 来安慰需要安慰的人 鼓励一下好不好 改变从自己开始 最后一页我要请你 如果有任何一句话 你觉得你有得着 或者有任何一个 slide你觉得可以分享 有哪一位 你一直想要传福音给他 或者他一直被陷在这个困境 一直都走不出来的 那我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分享 你也分享给我 也分享给你想要传福音的那个人 你绝对不孤单 我走了整整三年 流泪骨 伤心失望 我有瘫在地上 我有暴哭 我有无助 但是我不害怕 我知道那个使人有盼望的神 最终 改变我自己 改变我们的亲子关系 上个礼拜我们去百货公司周年庆 我们还一起搂搂抱抱 下那个手扶梯 然后常常现在 从来不跟我说话 到现在 跟我讲到半夜三点 我说可以让我睡觉了吗 宝贝 妈妈真的累了 妈妈年纪大了 可以睡觉了 明天再说吗 真的使人有盼望的神 给你 完全想不到的 心也未曾想过的 满满的盼望 真实的故事 分享给每一个需要的你 谢谢大家 开手把荣耀窥给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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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